众议员盖拉格访问台湾 怎么23号就提前结束了行程呢 早了一天是在怕什么 紧张了吗 觉得苗头不对 先闪再说 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是盖拉格不长眼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脑袋 而且他靠的是他的老板 然后才能够从政 他的老板垮台了 那对于他来讲 麦卡锡 麦卡锡嘛 他的老板麦卡锡已经垮台了 看起来他自己也觉得玩不下去了 然后想来台湾捞一笔 捞一笔的时候呢 就顺着这个满足民进党的要求 然后也在台湾也在那边搞事 他所讲的话就刚好就证实了 这一次的金门事件 美国是一只黑手的这样的一种推车 例如说他先来讲说 大陆如果攻台湾的话 注定失败 他先讲这个 第二个他说 那如果我们美国来支援你的话 因为你们是海岛 所以很不容易 所以你要多生产这个155榴弹炮 对155榴弹炮 对你要多生产 然后你要自己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 而且准备要打仗 在这个时候的节骨眼 两边的关系一直在往上升 然后管闭林的政治操作 已经造成了这个大陆的广大的民众 然后国台办都已经表达态度了 海警都已经 福建省的海警局都已经表达态度了 然后现在解放军表达态度出来的时候 坦白说局势是越来越紧张 那对AIT来讲的话 他的政治判断是觉得说 你这个家伙不长眼 你来这边你要捞钱就捞钱 算了我们就睁一眼闭一眼 结果呢你就越玩越过火 越玩越过火 已经超过我们民主党 执政党所能够容许的范围内了 你再这样子玩下去的话 那哪一天如果真的是怎么样的话 那这个责任谁负我个人是推断 我的推断是AIT强烈给他建议 赶快回家去 我的推断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他好不容易来三天 都是台湾招待 吃香喝蜡柱几星几的饭店 然后呢在那边享受 然后拿钱 这个拿这边拿 然后我卸任以后 你们这个要哪个生意要给我做 我现在要做什么生意你要给我 都在那边安排 还没有瞧完的时候 赶快就溜走了 为什么 因为这种人就是贪生怕死 我跟你讲 在美国啊 讲得越大声的这些官啊 越怕死 好来 谢谢我们这个线上 有网友给我们的抖内 有Victor 谢谢您 还有这个Alps 也给我们的抖内支持 感谢了 看到这个天灯又再度的升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么在线上的这个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记得哦 互相的把我们的影片连结 多多的分享协助推播 推播下去 不过说实在话啦 你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这个盖拉格今天呢 赶快人就先溜了 先溜了之外呢 这还没完 你看哦 现在呢 这好死不死 这个海上 大家都在关注着海上安全的时候 怎么这时候就来了一个消息呢 说第一艘国造潜舰 海坤号驳岗测试要完成了 甚至有军事迷还推测 今晚六点 是未来几天最大潮 海坤号有可能在今晚出海 接大使 这真的是让人觉得 怎么时机就偏偏要选在这个时候呢 我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怎么讲的 最近发生很多事情啊 我觉得都是 可能有一连串的这个导演在里面 导演 有一连串的 我觉得这里面大环境就是说 事实上跟赖清德 目前在跟美方的这种 这种怎么讲呢 谈判有关系 因为他要上任了嘛 你知道美国已经对他做了 很多很多的这些 开导的工作了 从他一上任到整个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谈判是蛮艰困的 我觉得他们现在面临可能一个怎么讲 比较要想要突破的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啊 明镜长这个操盘手啊 事实上他是朝着 把两岸关系往紧张方向带的 这个大方向 对 这个整个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都很奇怪 对都是往这个紧张的方向 包括 这个金门事件 只是说要去扣船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很明确 他现在要是扣这个船的 他如果驱离的话 不会闹这么大 追他干嘛 对不对 那就是要扣船的话 那就是说只是不想 就是扣出人命出来了 这是他原先并不想做的 闹到这么大 可是呢我觉得他有一个时间表 都在这里面都在做 那还是照这个时间表在做 包括这个海坤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朝把两岸关系 往敏感的地方 往冲突升高的角度去 因为在这样子情况下 回过台是倒逼美国 倒逼美国 就是说你看 现在这么紧张 你还要我做这种 比较怎么讲呢 比较 示弱的这种做法 逼着美国也要跟大陆 做很多摊牌 然后呢 逼着这个大陆 也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把两岸关系搞得紧张 我认为整个的一个布局是这样 这一盘棋是往这条路在走 往这个路 但是这个方向真的 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这个问题对他们有利 今天我们是讲台湾的利益 他们讲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利益 他是讲的民进党 这个这一群人 他们现在处境是比较糟糕的 对赖清德只有28%的人 投票支持他 台湾72%人不支持他的路线 这个是他最大的弱点 那他要让他这个路线 然后他这个政治主张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需要一个大的环境 就是两岸是紧张的 然后两岸人民是对立的 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作为是不满的 是有抱怨的 那这个要朝起两岸之间的不合 所以他做任何制动 其实是什么 是在刺激对方出手 对台湾出手 你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来 民进党不是都这样子做吗 对大陆来讲 就是希望有事情 他才有政治利益 不管是台湾的事 甚至香港的事 他都大获其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目前在设的这个局 目标就是怎么样 两岸关系紧张 一方面疏解美国的这片压力 一方面在内部 在激起台湾 对大陆的仇恨感 然后让他的这个政治主张 对他的接受程度可以增高 要不然他是一个危机 对不对 少数执政 再加上这个少数 比阿扁的时候还少数 对不对 Saka Do 他只拿了28% 台湾有投票权的人 只有28%支持他 反过来就是72%的人 没有支持他 他这种权力基础 要未来面临的四年的话 他要解这个套 就是一个紧张 而不是一个和寒的两岸关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